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认为我们就不想抓到女鬼吗 我们好端端的方案又被宁给废了 嗯 方爷爷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撤 走 明天我的车夫接我 现在我需要休息 你可以走了 是 方小姐 我们奉命保卫你的安全 那你们要多注意点 小心下边也打断 回来 我需要继续 啤嗶 作曲目 向我 你们期望 在这条部里面 鱼血 汁 汁 好 大梁 大梁 方小姐 方小姐 让你受惊了 高飞 你怎么在这儿 听到枪声后 我们就来保卫小姐的安全 小韩 别怕 有阿姨在啊 阿姨 我怕 方小姐 她是你的孩子 不 是我姐姐的孩子 方小姐 我告辞了 将军 请接 方小姐 钟晓先生 这可是我们找到银海的一块宝贝 别看它体积小 可价值连成呢 将军 这个小玩意儿怎么会漏到你的手上了 这种表在很多年前只从瑞士进口了一批 现在市面上早就绝技了 要知道 这里面装有查询秘密机关 找到巨额金银珠宝的一半图纸 怎么 你认识这只表 提指认识 那 另一块银表呢 另一块 在某个并不知内情人的手中 特派员此次去封城 有如大海里捞针 但是 为了挽救濒临危急的党国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掌握另一块表的人 我知道 这方面你是个能手 另外 还有综合能力上加的张少校协同 万不一失 感谢将军信任 如果 在我还没有拿到另一块怀表之前 贡金就打开了封城 那我们 该怎么办 我不希望是这种结果 钟晓先生 要相信你的实力 请 你来吧 是 特别 好 你知道在关心你身体的是谁吗 我听出来 是您 将军 我请陈那名实为无奈 你要知道 他并非当国的忠实信徒 所以 我派你随行 表面上他是你的上级 实际上你要多长个脑子操纵他 等拿到那东西 他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你再秘密地杀掉他 可是 我们为何要请 嫡妻方面来执行任务呢 因为他和鬼魂张阿珠曾是情人 只有解开张阿珠之谜 婴孩的线索才会呈现出来 此次毕人奉总统之命 前来封城独战 还望各位同仁大力协助 各位军事党国之精英 还望在党国生死存亡之际 我们要不遗余力地 打造我们的铜墙铁壁 抵御共军 诸位 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 让共党钻了我们的空子 到那个时候 后果不堪设想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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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吴将军 此次封城之行 想必你们已有所闻 你们要协助我完成 总统授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让这笔价值连城的宝藏 尽快迁往台湾 老兄啊 谈何容易啊 江湖上的黑恶势力找了几十年 还不见蛛丝马迹 你想在十天以内找到银海 谈何容易啊 此话怎讲 江湖上的人为了银海 已是大打出手了 诸如青农邦和公孙家族 斗了几十年也无功而返 总统竟是一想天开 想拿银海开刀 银海从很多迹象看来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不许多哦 小语 好 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既然祖座想讲 就没有必要把话留在心里 请讲 城北 可不还言此次和你来封城 听说封城闹鬼一份 哦 封城也在闹鬼呢 是 莫不会是虚拟人的故事吧 马上你们就会看见 女鬼出没的境地 和莫名其妙的死人 是 你真不相信 对 女鬼会杀人呢 我的枪杆色也不是吃素的 听说四位长是个神枪手 国防部机要秘书方雅南 他负责你们的接待 你好 您好